你们总是让我挑战用2.4厘米的小珠光或者小彩虹来做水球 真不是我不做 它不止考验技术还考验运气啊 行吧 今天你们就来猜一猜我能在第几次挑战成功 用小彩虹包水球的方法跟宽脚带都是一样的 先拉开固定好 徒手起个丝 讲真此刻我好紧张啊 看到了吧 接水都不太容易接 因为实在太窄了 哎这个游戏这个游戏 你们说我不会一次就挑战成功吗 这好像有点漏水了呢 呀呀呀话说早了 木有关系重来 哎明明把胶带撑开了为啥接不起来水呢 这啥情况 第二次宣布失败 好家伙好容易把水包起来了 结果它漏了 哎这次的 刚想说这次水装的比较多 结果它又翻车了 我还就不信了 换一个颜色的胶带 小程同学你一定要给点力哦 哎有戏有戏慢点封口 连这个小水球要比连宽的水球更需要耐心 成功成功成功 赶快给它接起来 第二层很容易嘛 再小心的封上口 我现在实在太紧张了 因为我发现我要包第三层的时候 里面的那个全都破了 木有办法 只能再多包两层了 好家伙 我在网上卷的时候还不断的在冒水 此刻只能姿势要帅 动作要快了 成功了成功了 还好今天没有完全翻车 那你们知道我是在第几次挑战成功的吗